大家兴趣日早上好 我还记得我大概十岁左右的时候 还在教会儿童班 有另外一个孩子问 如果上帝听到所有的祷告 那我是否也可以祷告 我们旁边的那栋大楼 变成一个巨大的炸击呢 如果这荒谬的事情真的发生的话 那我也不确定 这城市里到底会剩下多少栋大楼 上帝的确听见和会实现我们的祈祷 这是真实的 我还记得有位朋友说 他那个月底锁头很紧 月底还缺少了67块钱 他祷告后的那个周末 教会里的某位弟兄给了他一笔钱 他也其实没告诉他他缺钱 但就那一笔钱刚好是67块 不多也不少 但是在你开始为更多钱祷告的时候 让我们阅读圣经里的一段经文 就在约翰第1书第5章第14到第15节 写着 我们若按着上帝的旨意祈求 他必垂听 这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 我们既然知道上帝垂听我们一切的祈求 就知道我们能得到的所求的 这段经文是写关于那些相信基督人 但是如果我们看见整本圣经 就会发现神 上帝也会回应 非信徒的祷告 但是有一个条件 而且是一样的条件 对信徒 和非信徒的条件是一样的 那就是 按着上帝的旨意 就在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里面 也是写着 他会按着上帝的旨意祈求 他必垂听 祈祷不是把上帝当成许愿子 祈祷是按着上帝的旨意做事情 也许你有过这样的经历 上帝没有回应你的祷告 在某些情况下 他显然 他可能是一个不符合神旨意的一个祷告 例如说 你在数学考试中没有复习 在考试中作弊了 你祷告 让我不要被发现 这当然就不符合上帝的旨意 在考试中作弊 当然也有一些时候 你真的很认真的祈祷 你有一个好的意图在后头 但你的祷告没有得到回应 他的结果依然是你意料之外的 或者是你没有得到你那份 你很需要的工作 你就开始想 上帝 你真的有在听我的祷告吗 一开始 或许是一件很难了解的事情 这或许是一个比较难接纳的说法 但事实是 我的意愿 并不总是与上帝的意愿相符 我认为好的东西 不一定意味着在神的眼中是好的 如果想象一下 如果上帝把每一座大楼都变成炸击 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很快就会陷入一片混乱 我们不清楚为什么上帝不回应 我们当下认为好的请求 但我们可以信任 我们可以信任上帝 因为神的话很清楚写到 上帝会让万事相扶相成 为爱神的人带来一处 带来最好的结果 关键问题是 你属于爱神的人吗 你对神有足够的认识 以了解他的旨意吗 假设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的整个计划 我们会发现 上帝的计划 远远超出我们人类的理解和想象 单纯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我们人类来说 都已经是一个很难预测的一件事 但是上帝不只 不只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甚至十年 二十年 一百年的事 上帝都知道 因为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中 当我们了解这个事实 我们肯定会不同的祷告 今天你可以做的是 全心全意的祷告 祈祷 上帝向你揭示 他是多么的仁慈 多么的耐心 上帝在十字架上 没有放过自己的儿子耶稣 通过耶稣 所有相信他的人 能够获得永生 能够拥有这永恒 可靠的希望 祈祷今天 上帝向你揭示 他为你拥有的那份美好计划 当你曾经成立的这么祷告 上帝一定会回答你 因为这符合神的旨意 这样的祷告符合上帝的旨意 那就是叫所有的人类得救 还要明白上帝的真理 我来不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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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知会 我来不知会 你已经能够 我来不知会 吧 我们来不知会